韩国人有多爱吃章鱼呢? 我们来看看韩国的章鱼加工厂 这里的章鱼不只供给韩国国内 同时也有小海外 章鱼在这里都是被进行大量加工生产 可能大家会以为章鱼被染上红色的色 其实章鱼为了适应深海生存 身上必须有稳定的结构及红蛋白 所以属透的章鱼会呈现诱人的鲜红色 号称海洋里的尾巴 奇力大五笔 好友善善 足智多姆 不少的海洋生物都怕了它 但最终还是成为了人类的盘中菜 而又因为章鱼非常好动 使得它的肉质非常鲜美 就这么一间加工厂 一天就能加工两吨重的章鱼 这些新鲜的刚被捕获的章鱼 会被工人拿到操作台上处理 看着正天糊的 一般人还受不了这项工作 那为何会这样粘粘呢? 其实是因为身上自带墨汁而造成的 在他们生命中间那一刻 会将身上的所有墨汁毫不保留地喷出来 所以在解剖大量的章鱼过程中 看起来会非常肮脏 所以刚加工的过程中 看起来非常掉胃口 在加工的过程中 工人会将章鱼的内脏去除掉 解剖过了章鱼 会同意放到篮子里面 然后工人将它回到搅拌机 把解剖好的章鱼直接丢到搅拌机里面 这种搅拌机是为了清洗章鱼身上的章鱼 滚筒里面会有一块旋转的铁片 启动搅拌机会将外面的章鱼旋转到里面 也是为了方便章鱼能放进去 向里面加上自来水 自来水会透过滚筒旋转 把章鱼身上的污垢清洗掉 然后盖上盖子 插上抽空气管 将里面的空气抽出来 这样清洗的过程中会比较干净 清洗过后便打开发门 能看到水变得浓浊 显然这些章鱼确实是真脏的 章鱼和水一同流入到铁桶里面 但奇妙的是经过这一轮清洗 刚清洗过的章鱼看起来 确实相当干净的 工人们迅速地将这些清洗过的章鱼 引导到下一个工序 随着第一轮清洗完成 这些章鱼进入了第二轮的处理流程 这次工人们采用用工刷子 进行细致入围的清洗 刷洗后的章鱼非常干净 清洗的过程中 水是不断地流动 而章鱼的洗盘是清洗的最主要部位 因此工人们特别注意 对章鱼洗盘的清洁 确保每一寸的表面都达到了卫生标准 在接下来的工序中 工人迅速前往人洞口 收集起冰块 这些冰块是为了迅速人洞 已经碰挑过的章鱼 一旦冰块被取出 它们会被放置到特质的卡槽中 冰块会快速地将里面的水降到零度 当冰块融化到差不多的时候 工人会将铺盘和冰块 分离开 这一步就是为了煮熟的章鱼做准备 工人会将清洗过的章鱼 放入锅炉中加热 让章鱼泡一个热水沼 同时工人会不断拿着铲子搅拌 此时章鱼经过加热 皮肤已经变成了鲜艳的红色 身体也变得更加膨胀饱满 章鱼身上含有虾红素 一旦被煮熟就会呈现出诱人的鲜红色 这种色素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 为食物增添了不仅是色彩上的魅力 还有健康的附加价值 在水煮的过程中 工人会巧妙地将章鱼内部的杂质打扰上来 确保最终的食材纯净无杂 20分钟后 加热后的章鱼会倒入冷水箱中 以冰块进行降温浸泡 这时章鱼真正经历了冰火两重铁 冷却的章鱼看起来非常有弹性 这时章鱼的颜色看起来非常有食欲 接着章鱼会再次被倒在操作台上 此时功能会用刀纸对章鱼身体进行切割 将章鱼去头 在过程中将章鱼的头部分分成两半 再切割下来 然后再将章鱼枣分割成一条一条 再将章鱼枣整齐地摆放在塑料篮子中的模具上 并放入了洞窟进行漱洞 有些章鱼不需要分割 就整只进行放置 然后放入冷冻 这样子的章鱼可以直接进行使用 放上白糖和芝麻鱼 沾上酱料就可以直接开吃 怎么样 这样的章鱼吃法 你试过吗 你不来一口吗 韩式炸鸡 韩国人的美食文化 除了对章鱼的宠爱之外 还有一样当然难以抗拒的用 炸鸡 炸鸡搭配啤酒 在韩国可谓是一种风鸣的草原 尤其是韩剧来自星星的内 大热门之后 民主角千送一在剧中大块多余的炸鸡场面 引起了无数观众的狂热追捧 这是韩国最大的炸鸡加工场景 每天超过3.5万只鸡从这里运出 假如100个韩国人点外卖 有90个韩国人都会点炸鸡 可以看出 他们对炸鸡的热爱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 那么 韩国炸鸡到底是怎么样制成的呢 首先 需要将一摞摞框的鸡 从冬库中取出 在倒入铁桶内 随后 当然会倒入特制的韩式炎料汁 最后将鸡送入这台 耗资40万具质的滚动机器内进行放股 让烟料的鸡充分融合 使鸡更添加味道 转完其鸡49个小时后 这些鸡会自动被送上操作台 每只鸡都经营剔透 色泽诱人 工人再将它们分离包装 随后进入下一道程序 下一道程序的工人会打开包装内的鸡 进行切割 整支鸡被封印的切割几八截 工人因此需要百分百专注 如果一不小心 就会为客人家产 接着 工人再讲鸡 一袋一袋装好 最后在每个袋子 加入一匙烟料汁 最后进行真空包装 接着 炸鸡店会购买这些包装好的鸡肉 剪开包装袋 随后老板会把鸡肉剪开 放入牛奶中 以便更好的入味 并在上面放几片马铃薯片 接着将它们放进油炸粉里 锅上这种粉会使鸡肉炸得又酥又脆 下面被日油炸结断 将鸡肉一块块放入锅中 快 鸡肉变直直冒入 来多久鸡块的表皮就变成金黄色了 这样的炸鸡酥软又嫩滑 在表面上撒些葱花 再倒入一些番茄酱 搅拌均匀 然后撒上少许碎花生就可以了 最后来杯啤酒 倒地的韩式炸鸡片制作完成 荧幕前的你是否已经流口水了呢 确实 章鱼和韩式炸鸡是韩国人种爱的美食之一 但在谈到代表韩国文化的食物时 绝对不能忽略泡菜 泡菜在韩国被视为饮食文化的象征 是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美味代表 泡菜是透过发酵蔬菜 尤其是高粒菜而制成的 酸辣的口感为韩国料理增设不少 让我们一窥韩国泡菜工厂 是如何大规模生产供应给韩国人的吧 首先工人从家上取下一袋白菜 用刀将绿网破开 将高粒菜推出 另一边的女工将白菜梗布 及头部的黄叶串叶切掉 简单处理后的高粒菜 会由女工转移到机器上 透过机器将白菜一分为二 经过传送带 到下一个捕捉 另一边的女工将一分为二的菜 乘去摆放到一个大不锈钢棚中 每一层都要撒上一层出盐 直到这个大不锈钢棚放满菜 接着工人用两块大铁蓝压在菜上撒水 另一边的滤水池中 倒入两大带出盐 出盐经过水流的窗席慢慢浓化 高浓度的盐水就会流到刚适满高粒菜的不锈钢打盆中 将高粒菜全部用盐水浸泡五小时 撒水后的高粒菜会变软也更容易入味 工人将撒好水的高粒菜取出到机器上 机器经过传送带传送到水池中 清洗掉多余的盐 一共要清洗三次才能冲掉盐分 第一个水池会将清洗好的高粒菜 传送到第二个水池 接着第二个水池再次清洗 清洗好传送到第三个水池 高粒菜来到第三个水池 工人会将高粒菜取出 放到大篮子中备用 大型搅拌机中倒入糯米粉酱 清水、鱼露、大葱、盐、大蒜、洋葱 两大盆通通通的辣椒粉 最后再加入萝卜时 启动机器将所有材料混合均匀 等所有材料搅拌成细腻的瀑布 就可以将它们倒出到大盆中 大盆中的酱汁会经过人工转移 到机器里打开机器开关 酱会从机器喷射出来 工人拿出清洗干净的辣白菜 放到台面上 每叶白菜上面都要均匀的补上酱汁 白菜被红彤彤的酱汁包裹着 经过传送带传送到包装组 包装组的工人将辣白菜整齐的放入 后塑料带走 最后贴上标签 这样一袋辣白菜就做好了 让我们切开一颗看看 每一层高底菜都裹着厚厚的辣白菜酱 沙锅水的高底菜更加脆口 配上大粉饭 简直就是美味啊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